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中秋节以后能够赚更多 赚更多 那这是我所希望的 所以有陈老师是不是跟大家 我前两天有跟大家讲过 讲过什么 我前两天有跟大家说过 中秋团圆刚刚好 好像有讲过啦 中秋团圆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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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我常在讲啦 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啊 就是说你 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行情 因为你看看他量 今天又缩了嘛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今年的量 我已经讲过 很多的资金 他要回到妈妈的怀抱 基本上他回到妈妈的怀抱 当然这个钱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尽量的要去寻找一些怎么样 短小金干的 当然生技类股是一个族群 当然生技类股 因为他涨很多了 当然很多人在第一波 他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看像这中天合一 从这个我最早 我最早跟大家谈这个明基于美食 有没有 你没有注意到 当时30块 明基于30块美食才70块的时候 你看看5月15号 你都没有注意到 对不对 我已经说一倍再一倍 然后接下来你看看 我说美食之后 小心中天合一又来了 不要小看生技类股 对不对 你看8月18 连洞都没有洞 一天成交量 才200张100张 是不是又上来 然后接下来你看唐莲 我说百言的继承者唐莲 对不对 所以你会去发觉到 不管是生技 甚至电子也是一样 电子也是 电子也是 电子口也是起一些 就是比较 比较短小精干的 所以基本上不只是生技 电子也是一样的 都长一些怎么样 你之前比较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而也是我之前一直的 拜托你买的东西 可是很多人怎么样 却忽略了他的存在 老师当然喜欢去追一些 你认为热门的 比如说之前的航运三雄 比如说之前的元宇宙 比如说之前的汽车概念股 比如说之前的IC设计 但是有很多你却没有注意到 可是你看看在这一波里面 几乎都长这些 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也很多人会回过头来买这些 因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涨到 因为他量少 因为他法人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就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比如说你看看 像我这个之前 你看电子也有好的 你看像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绝对我第一个讲的啦 这绝对是我第一个讲的 细骨之王马上大涨 这难道不是 你看现在大欠奈 我跟你讲 你以后就慢慢等着看 你看像这个银帮 你看看这个之前 人家也不觉得他会涨啊 这些业绩都很好 我之前早就跟你讲 什么银帮啊 细马 这个都很好 都很好的 你看像这个维田 你现在有没有去发觉到 这些股票你以前都不会去买 六五七零 你看像生肌类股里面 有这个三顾啊 三顾茅庐啊 三顾 你会去发觉到现在怎么样 这些股票很多人都在讲 你拉回来都要注意 但是这个都是我 之前跟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就不注意 你看看今天又涨了什么 你看今天又涨了 我说你以后要用追的 你看东硕 四肢也没有量 来创新高 东素 超级大力多 就是说 我一直跟他谈一个观念 就是说为什么我陈老师 我今天一直跟你讲 就是说你今天你看我的节目 我今天如果跟你说一些基本名 总体经济 个体经济 说句实在话 那对啊 看得了很多 那没有什么了用 是不是 没有了用 所以我今天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过 这些都是你只要是长期有在看股市之宝的朋友们 你看看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以前讲的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热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都是我讲过的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这么热 你看看 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热中 这些我以前讲过的股票 你有没有发觉到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这么的热中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你可能 我讲的股票你找到没条 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回过来谈这一块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这个心路的过程 我的心路过程 当时大家都在叫你 每天都在叫你注意元宇宙 每天都在叫你注意航运山雄 难道不是吗 每天都叫你在那边注意IC设计 每天都叫你在那边注意一些汽车概念 你看看说句实在话这些股票 你看我在讲的时候 真的都没有人要 当时当大家都在注意航运山雄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注意IC设计的时候 我讲这个东西真的都没有人理我 你没有发觉到现在大家都在 都在关心到这都不断的创新高 都不断的在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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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也是一样啊 这也是一样啊 你这拉回来都要注意啊 他不会这样结束的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跌了两百多点 我也一直跟你讲 你要小心啊 你这波行情你拉回来 你真的要注意 不管任何 我认为不管中秋节以后 电子跟生计都会涨 生计也会涨 电子也会涨 我觉得都会涨 因为现在你最主要是 要注意到一个族群 不是说电子族群 或是生计族群 你现在必须要去注意到 只要是怎么样 只要是法人少的 法人没有的 我已经跟你讲嘛 我已经早就跟你讲了 这一池水就这么浅 这一池的水就这么浅 对啊 法人那种大象跟大金鱼 他在这样的一个水的浅 因为资金都要回到 妈妈的怀抱啊 资金都要回到 美国的怀抱 那你现在在这个水 这么浅的时候 你只有小资的能玩嘛 而且小资的那涨上来 不会输给台积电连电的 小资的涨上来 不会输给台积电连电 不会输给联发科啊 不会输给那些大资的股票啊 所以其实为什么你一直的 现在为什么所有的人 都还注意到这些东西 我早就叫你买了 我说你买 买餐饭 等在那里就对了 聚咖喱水手啊 很多人不爱买啊 然后永远都是追到 那个最高的最热的 所以我当时我在叫大家 买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今天你可以帮我股市之后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来讲这些 你看看现在大家都是这些 从最早的你看看 当大家都在注意航运三雄的时候 说你要不要买一点生计股啊 当时我讲的时候没人讲 后来上来了 美食飙到已经快200块 才在那边 明基你看后来我就跟你讲 接下来中天合一也会飙 我跟你讲你小心这个啊 我跟你讲还没开始 我已经跟你讲过还没开始主身段了 他现在也不会在主身段而已 你等到以后慢慢的拉回来整理一下 对不对 分盘完了以后你就等着看 可能到时候你要用追的 我跟你讲这个也都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跟你讲后晓英时代嘛 我说今天阿中部长跟陈建仁部长上来 一定有抗讨啦 我跟你讲你现在我今天跟你讲十字尾 你不要看他一直在讲万安民调最高 我跟你讲到时候我就跟你讲了 你就知道这阿中的厉害啊 不是简单人物啊 而且我认为说真的这个国民党到年底啊 我觉得我是不是很看好 我讲话都没有人相信 我觉得国民党到这个年底啊 我觉得不是很看好 我是这样有感觉 你不要认为国民党 你不要认为说你很稳哦 我是讲真话 小心这国民党看你一定也大败哦 可能人留住的大概剩下一两个 我讲话人家都不信哦 你不相信哦 我已经跟你讲这个行情大概往上 尤其到了尤其月到了十月 这个行情可能都攻到一万六七八 我讲话你都不相信 你后面等着看好了 以后我看政府还很多部署啊 来修理这些空头 他现在就滴滴的买啊 我跟你讲连电台积电也会涨 但是他是不会飙吧 他只是户个指数而已嘛 你要飙的股票当然有啦 实际上你今天你不爱买 等到你爱买的时候追都追不到 你就是用追的了啊 我跟你讲中天合一的时候你也不相信 我跟你讲唐廉的时候你也不相信 都已经涨了已经六七支了 七八支了 每个都涨了十几支了 你才说陈老师啊 我现在要不要追 那你为什么不低一支赶快追 你很奇怪的 你低一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你低一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就跟你讲 昨天跌了两百多点 我跟你讲啦 听陈老师一句话啦 有的老师我跟你讲 一天到晚看空 一天到晚看空 你不要理他 你就不要理他啦 对不对 那气笑啊 那脑袋有问题 我跟你讲 你光看中天合一 说真的 你今天你就讲空讲空的人 他中天合一连买都没有买到 对不对 明基美食连买都没有买到 唐连连买都没有买到 对我后来我跟你讲 生计里面什么三顾啦 什么的 也没人爱买啊 现在一大堆人都有 我就三顾毛鲁啊 这个你要注意啊 这三顾 这个干细胞 我陈老师讲的话 人家就当耳边疯了 有一天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围田 我在讲的 人家说陈老师 这些什么都没有啦 这些什么啦 你看看现在你看 创新高 你看这银帮啊 我跟你讲 这业绩都很好 这伺服器 你要小心啊 这戏码 你不要看啊 我跟你讲 这以后啊 你等着看好了 你看我这两天堂脸 对不对 我这两天 我也跟大家谈到过啊 中秋团圆刚刚好啊 我说你要注意 也要注意远端视讯 你要注意远端视讯 你看看像这个 这个谁要买 东术 东边的术 陈老师 你这些是什么 我高啊 没量啊 没量啊 你现在创新高啊 陈老师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觉得你赶快动作 我觉得 我陈老师讲的 你就不相信 我讲政府 他有什么样的措施 他现在不会跟你讲 他等到 他要真的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连想都不想不到 那时候国安基金本来说要进场 对不对 国安基金本来说 我不进场啊 我还要再观察一阵子 国安基金不随便进场 你在忍不防的时候 他就说 我进场了 他现在政府他很贼 我跟你讲 接下来 我跟你讲 还一拖拉股 政府还一拖拉股 他现在不会跟你讲 他要干什么 他现在甚至跟你讲 我国安基金不进场 没有 我没有要进场 等到你忍不防的时候 他就说 我进场了 他一定是这样干的 所以接下来政府有很多东西 你去问他 他还说 我没有了 我还在观察 我跟你讲 你等着看好了 我已经跟你讲 民进洞到年底 绝对大胜 你不要问我有什么消息 民进洞到年底 绝对大赢了 绝对大赢了 我讲话你不相信 你等着看 因为后面 尤其到了十月 我知道有很多 不管对股票的利多也好 不管对这个 不管对股票的利多也好 不管对政治的利多也好 很多都出来 都一箩筐都出来了 不要小看小英总统的威力 我跟你讲 你每次小英很厉害 每次他民调刚开始 都看起来很低 那个到最后 那个用 掌停板 直接标死趴 他们民进党很会选举 反正我知道的消息 我不会跟你讲 就像你赶快买 你不要一直听他放空的人 在那边一直空一直空 到时候空到你头空空 我跟你讲 像那个什么四星KY 那个力望 我跟你讲 那个都会再到一千 一千以上 反正我也不要跟你讲 太多的内幕消息 有时候我何必帮你 要创意 我跟你讲 你像那个叫什么 资源创文 你拉回要买点 我被讲太多了 我在节目里面 有时候喜欢这样 有时候会漏了口风 所以你也不要小看IC设计 而且你最近要开始注意 你们看到国具 已经有点在动 我之前 你不要看今天 郁金光有拉回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为什么会拉回 因为它太好了 我跟你讲 郁金光这支股票 以后就会让你看到这样子 绝对 郁金光绝对让你看到这样子 绝对 绝对啦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那个大力光 我跟他大力光还要再涨 大力光一定看到 一定看到很高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东西 我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信过我 你什么时候信过我 你看看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讲我的股票 贾滴滴 前市场哪有一个人说什么贾滴滴的 现在每个人都有堂联 这真的是 我有时候真的要叫一个 不建设 这位老师 我在讲的时候 你看我股市之保 说句实在话 你看我这么久了 以前谁有在讲这个三顾毛鲁啊 谁讲过啊 很不建设 我觉得现在很多老师说实在 拿我的股票 在那边一直说一直说 你以前你怎么不说 以前每天都IC设计 每天都是原宇宙 每天都是这边 航运股 现在都走来说我的股票 每次不都这样子吗 中秋团圆刚刚好 又有人要讲 你慢慢等着看啊 远端视讯 你礼拜一你等着看好 微田 这哪有人要讲啊 你看最早明基于美食 中天合一 很多都说 陈老师啊 你觉得后面接下来呢 各位投资朋友 当然有后康 绝对有后康 麻烦今天大家把电话打爆 我今天送大家三只股票 中秋节大礼 你今天愿意打电话进来的人 我陈老师只告诉你一句话 感谢你看得起我 我绝对帮你赚到爆 不是赚钱 我绝对帮你赚到爆 那今天中秋节我给大家一个最大最大的大礼 也就今年最大最大的大礼 好不好 今年最大最大的大礼 好不好 你今天电话 陈老师电话给我打到爆 我今天给你三只股票 另外今天给你今年中秋节最大的大礼 你今天如果把这通电话能打通的话 我陈老师我全力以赴 我帮你赚到爆 其他的你不用管 你不用管 今天给大家三只股票先放在心里面 你先放在心里面 绝对让你赚到爆 陈老师我常跟你讲很多事情 其实你都不在意 你都不在意 我每次我都叫你买在最低最低的地方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一张都不给我买 我叫你买在最低 现在每个老师都有 我都叫你买在最低 你都给我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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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每个老师都在讲 每个老师都有 各位投资朋友 那有意思吗 今天我陈老师给大家三只股票 中秋节 电话打到爆 我陈老师只给你一句话 交给我 我再讲一遍 交给我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 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力义务 迈向成年的第一步 各位投资朋友 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 有时候 看一个东西 你要看得远 你才有办法赚得到钱 所以有时候 我跟你讲的一些东西 你现在看不到啊 你老是觉得说 陈老师你的股票好像 好像也不太动 对你每天你一定去注意到现在大部分 最热的量最大的东西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 这个行情 他不适合买量太大的东西 尤其你现在目前在买的东西 他如果是一千张以下的 他也又可以到两千张到三千张 甚至未来还可以看到一万张 他这种才会有倍数 你现在你去买的股票 现在已经一万张了 对他虽然在高点 他虽然很热 他虽然很多人在讲 他虽然基本面很好 但是他已经一万张以上的成交量 那你现在目前量就这么少 每天大盘的成交量就这么少 对你现在你今天可能买的股票 今天一万张两万张 甚至三万张 他是大涨 但是你现在大盘的成交量就这么少 那你今天去买的股票可能也很强 也很强 但他现在的成交量却已经一万张以上 那大盘的成交量就这么少 那你这样的股票 他接下来 他是不是就要往下坠了 等你买到了 你又没有卖的人 那你就等着套牢 而且这些股票可能都是怎么样 可能都是很知名的财经台在讲 他马上报就是一万张 就两万张就三万张 那你现在的成交量那么小 那就是跟之前的航运三雄一样 所以今天三只股票 麻烦大家 我正好是已经跟你讲过 讲过了 各位你不敢买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一直喷 就是一直喷 我已经讲过了很多的股票 我在讲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都没有人在意 都没有人在意 哪有人会在意 到最后的结果呢 今天陈老师 送给大家一只股票 把我放在心里面 我不怕你买 我今天陈老师讲句实在话 我不怕你买 你后面给我等着看 这一只股票 我敢叫它是电子的中天加合一 我跟你讲 以后你就知道 电子股里面 什么股票业绩会 最恐怖最恐怖的爆发 我今天我跟你讲一个概念 基本上来说的话 就像说 我今天这样讲 比如说你做汽车概念股 比如说你做网通 比如说你做iPhone 比如说你像台积电 做晶圆代工 我跟你讲 这都没什么 因为它都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它永远都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它最多top台积电 你看它top也就在这边了 你看到联发科top就在这边 所以为什么它这边的股价 因为它已经是 这一个行业 它的顶尖顶尖 它已经是里面的最顶尖了 但是怎么样 它只能在它自己的行业里面 做最顶尖 我这样讲你就懂 但是如果有一个行业 有一家公司 它能够跨足 完全是totally different的 error 我今天跟你讲 你以后你就知道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东西 你以后 这支股料都在说 今天以后展开一大段科技之宝 我跟你讲 以后 你保证用锥 而且我跟你讲 到时候涨停以后 量越来越少 你等着看 今天以后展开一大段 今天以后展开一大段科技之宝 把它记住了 这个代号六四三叉 六四三叉 六四三叉 放在心里面 到时候跟你讲 你见到报以后 你见到报纸以后 说它大成长 大获利 而且它跨足 我跟你讲 跨足不一样的领域 是什么概念 那个股票就不是涨一倍咯 我跟你讲 跨足不一样的 为什么叫中天加合一 电子的中天加合一 跨足不一样的领域 那就不是一倍两倍 好好把握 中秋快乐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